今年的股市是非常的热烈 那整个国庆期间 我们也一直都在说股市 说这个财经方面的新闻 那很多专家也分析 如果在这个休息期间呢 国家不休息啊 持续的推出利好的话 10月8号涨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而如今看来呢 我们看到的这些消息来讲 真的是十拿九稳 这个尤其是有外资的加持啊 外资的涌入 中资概念的股票 已经涨了百分之十几了 那整个这个行情 叫送钱的行情 成为外资相拨拨的中国股票 一定会迎来北向的大量资金 这些资金进来 A股马上就可以上涨 所以截后这个逼空暴涨的 可能性是极大的 因为很多股民已经准备了 假期里面准备好了弹药 一旦开盘就也往里面冲 所以另外就是在此期间的 人气在高涨 A50的这个期货呢 也在上涨 所以呢 大致大家估计 截后会有3000亿的这个 新增资金进入 这个挺厉害的 当然目前的满仓和空仓的这个股民啊 想法都不太一样 想买股票和想买房地产的人的想法也不一样 不知道您决定10月8号 是满仓加入了 是这样去干呢 还是退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